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这个大家都能够耳熟能详 但是有时候免不了都会忘记了 特别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一个宣导 能够让大家记在心里面 希望大家能够共同来推动这样的一个活动 秘书长表示彰化县政府近年来致力于交通安全宣导 保护县民生命开场安全以达到效果 然而生命无价 希望大家要遵守开车不喝酒才能平安幸福到永久 我们检讨我们今年一月份到八月份 我们彰化县还是不幸的有92位 因为交通事故死亡 所以我们还是要呼吁我们全体县民 共同来努力 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活动 能够让我们的车祸降到最低 同时我要利用今天的这个机会 呼吁我们全体县民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另外主办单位也邀请大家参加99年9月12号 在八卦三大佛前举办的彰化校要游 平安幸福酒交通安全宣导活动 现场并且有交通安全闯关游戏 儿童交通安全体验营 交通安全宣导游奖征打等等 欢迎民众全家大小一起来参与 除了亲子同乐之外 也达到交通安全宣导的目的